想看特勤隊如何拯救人質 海底世界究竟有多美 阿爾卑斯滑水有多刺激 真女神轉身的新作 到底有多好玩嗎 阿爾卑斯 阿爾卑斯 妳會不會 不是 亂跳 轉圈 扭手 扭腰 對 夏威武是要很美的 來 跳一段 很美的是不是 對 要很美的 很美的 很美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小嫻最近真的瘦了一點點 真的嗎 真的 妳看… 我本來就這麼瘦 她本來肚子有到這裡 哪有 這是妳好不好 真的… 有男朋友果然是不一樣 我們今天也要介紹 為什麼要穿成這樣呢 因為夏天快到了 亂講 現在才四月中 你跟我講夏天到了 可是天氣現在已經慢慢開始 有點改變了 雖然現在說不定 有時候還是有點冷 但是大家知道 在台灣五月的時候 太陽就出來 夏天就到了 會越來越熱了 所以我們這個電玩快達的 都會比大家快一點點 所以我們先準備了 我現在就已經穿這樣 到暑假的時候 暑假的時候 這個收視率就拚了 我們電玩快達 小閒的就穿比基尼 艾莉就直接穿丁字褲 好啊… 好啊… 穿丁字褲 好 我穿丁字褲 妳穿比基尼 我願意 穿比基尼 太露了 不要 妳跟這些又不敢了 Anyways 我們夏天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一些特別的造型吧 說明拉一個外景 你知道澳洲拍 好啊… 天啊 好… 開玩笑 GGN新聞有什麼的 對 今天一開始 我們要看看魔法門9 然後最近還要舉辦一些 線上遊戲的比賽 像是破碎銀河系 或者是像鐵拳式 非常非常精采的 OK 我們看看今天的 GGN新聞 晚安 您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 GG新聞 GAME GX NEWS 我是主播黃玲賢 我是主播紐詩儀 首先今天第一則新聞 是有關於首賣會的消息 對 有18年的歷史 指最長久的RPG遊戲 就是魔法門第9代 對 而且在首賣會的現場 有玩家帶來自己 歷年來的收藏品 27套遊戲 好驚人 我們好像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過了啦 由3PO製作的魔法門9 魔法門之英雄無敵4 與日前同時推出 這款已有18年歷史的 系列遊戲 還未上市就備受期待 首賣會現場擠滿人潮 有如小型銅額會一般 現場播放了一段 魔法門歷史回顧 包括18年前 只有黑白線條的 魔法門一代 以及接下來的二代 到八代等過往的 魔法門系列 再搭配COSPLAY的精彩表演 更讓玩家的興奮 到達最高點 現場更有玩家 將自己歷年來收藏的 魔法門 全系列共27套全部帶來 讓現場許多人 見識骨灰的真正實力 對 以上新聞是由電玩快打 GGN小組現場採訪報道 哇 過了啦 好 接下來的新聞呢 就是針對我們戰略的高手 看過來喔 雖然之前舉辦的這個 三國之星海風雲2 這個徵招即時戰略高手 在台北的活動 已經圓滿的落幕了 但是呢 哇 玩家們 好 沒話 你還是有機會可以先上報名喔 哇 哇 日前舉辦的 三國之星海風雲2 徵招即時戰略高手 台北場活動 雖然已經圓滿落幕 不過玩家們 還是有線上報名的機會喔 即日起至4月30日止 中韓即時戰略 星海風雲賽 即將在線上熱烈開打 只要到全省網咖洽尋 連上Clashnet對戰伺服器 就可以與韓國人死殺一場 親身體驗與韓國即時戰略好手 線上對戰的快感喔 玩家們 趕緊為台灣人爭一口氣 別再讓韓國泡菜笑我們囉 以上新聞 石油店玩快打 GGN小組台灣加油報導 石器時代的朋友要注意喔 有新的東西要給大家了 注意囉 其實呢 石器時代3.01電城之後呢 現在又開放了兩個大城 分別是名字很難念喔 地城塔爾塔城與水城尼克斯城 玩家們你們要注意喔 有新的冒險還有新的任務 要丟給大家 繼石器時代3.01電城市之後 4月10日又開放了兩大新城 分別為地城塔爾塔城 與水城尼克斯城 處於地底的地城 整個城像是地下螞蟻窩的行程 而有錯綜複雜的通路與密道 盛產礦岩 並且善於利用各類礦石 水城坐落在水面上 道路是以大王連的葉子排列而成 採集葉發達的水城 有很多藝術品的產生 所販賣的特產品也以飾品為主 這兩大城市除了屬性不同之外 玩家還有新的解謎任務可以冒險喔 以上新聞是由電玩快打GGN小組 測試中報導 又會練職法的 他是轉刀瘋的 喜歡用製走砲轟的 還有那些可怕的影劇嗎 你們注意囉 破損一顆氣的 全線上即時戰略遊戲 G鬥427軍團殊死戰 就要開打了 不想被描殺的話 注意看喔 今日似乎有不少線上遊戲 比賽開打 前陣子推出的線上遊戲 破碎銀河系 將舉辦台灣第一場 全線上即時戰略競賽 激鬥427軍團殊死戰 於4月27日星期六 線上開打 參賽者從報名到比賽 全部在線上進行 參賽者只要上網 就可以報名參賽 而且比賽當天 不必長途跋涉到現場參賽 這樣子可以省去不少等候的時間喔 以上新聞是由電玩快打 GGN小組連線比賽中報導 看了這麼多PC遊戲的比賽之後呢 我們PC遊戲的玩家 我們沒有忘記你 不會錯過的 當然囉 這個PS2 這個首次在台灣舉辦的這個 鐵拳式的格鬥比賽 當然不會忘了玩家們囉 趕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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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LAMCO公司請全力開發的鐵拳4 一發售就受到玩家熱烈的迴響 為了滿足廣大遊戲迷的要求 SCE特別在台灣地區規劃 PS2上首次的北中南大型硬派格鬥大賽 於4月13日起 每個週末在台北 台中 高雄 全面激戰開打 看看誰才是台灣熊氣的硬底子鐵拳王 至於全身總決賽 將於4月27日星期六 在京華城10樓舉行 玩家們可千萬別再錯過囉 以上新聞石油電玩快打 對今天小組熱烈激戰中報導 都是你啊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GG新聞 MGX News 我是主播黃于賢 我是主播柳詩儀 我們下禮拜再見 謝謝您的收看 都是你啦 你才把我弄那麼像 你看 你還可以嗎 你還可以嗎 由於大總統被黑暗舞蹈團給抓走 小鹹我收到電玩快打上級的命令 要在Space Channel 5 Part 2裡 執行九群大總統 這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可是像小鹹我 真的沒有誤到天分的舞汁 怎麼可能跳得贏遊戲中 這群武林高手嘛 不管了… 只好使出我風雨已久的超級祕訣 超級無敵霹靂無啦啦 只要在遊戲的進行中 同時按下L1與R1之後 再依序的輸入圈 三角 方塊 嘿嘿 這個時候咱們舞啦啦就會進入 自動跳舞的無敵模式囉 翹著二狼腿吃著爆米花 等著看拳破畫面囉 超刺激 超快感的競速作品 極速G3 相信已經有不少的玩家 早就把這款遊戲全破 那你們一定曾經常到過 子彈不足能源不夠 只能眼尊尊地看著對手 一個個地從身旁呼嘯而過的痛苦吧 不過不要緊 只要你看完以下的介紹 首先向你們保證 將不會再出現類似的情形喔 玩家只要在進入遊戲後 在選單下輸入 L R L R L加 R Z 輸入正確就可以開啟秘技模式 Max Weapon 無限彈藥 同樣在選單下輸入 L加 R Z L加 R Z 輸入正確就可以開啟 Max Shield 無限 Turbo能源 最後再輸入 L R Z L R Z L加 R 就可以開啟Double Price Money 這樣子玩家只要優勝過關之後 所獲得的獎金就會變成雙倍 有了以上的秘技 在正式競速時 不論是多難纏的對手 或是多複雜的跑道 只要玩家善加利用 隨隨便便就可以順利取得優勝囉 反恐部小組作戰遊戲又來囉 反恐特勤隊帶你一起搶救人質 充滿歐洲風格的聖女之歌 邀你一探海底王國之美 想知道更多更新的遊戲嗎 千萬別錯過廣告回來的 新PC Game 電玩筷的有一套 街頭巷尾都知道 握上當個電玩通 周周收看也漏掉 你有沒有發沙碗 你貴怪的眼睛一天 怎麼會電玩騎兵 艾力就變成一個中國人寫詩 當然 當你看我 你會看到美國人 還是中國人 美國人 我是個中國人 你根本就是外國人 你常常去漢堡長大 你也不會講台語對不對 然後呢 你又是在美國 你也沒當過兵 你什麼人才算是中國人呢 三歲到四歲的時候 我住離山一年 國內西路98號8樓長大 林光協運站旁邊的加油站 隔壁這個萊爾夫對面 就是艾力克斯2樓樓下 你不要再跟人家講我的家好不好 直接走起頂上橋下來的時候 走到瑞安街左轉 不是… 是不是 那是你的家 沒有啦 沒有 這樣是我 沒有 我們今天的這個 對 為什麼今天要作詩呢 今天呢 阿力克斯 寫詩詩詩 所以今天是你的回事 你寫詩詩詩詩 我寫詩詩詩 我們選詩詩詩 我們選詩詩詩 現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請觀眾 去外面公園抓兩隻碰 然後抓來隻碰 先去到電玩快打 然後怎麼樣 沒有啦 我幫你翻譯好不好 國際的節目 主持人要會講英文 你剛剛講不對嗎 現在你要寫到電玩快打一段詩 我們現在選出來 前面十個最棒的 我們會送一個很… 很精美的一個禮物 很一個神秘的禮物給大家 多神秘 很神秘 多精美 大家精美 幹嘛踩我腳啦 重點是你現在 完全變了一個台灣人了耶 當然 我台灣 身分證護照都拿給大家看 好 那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PC遊戲要接受什麼 PC遊戲要看一看就是 聖女之歌 我很愛玩的一個 對 聖女之歌 就是第一人稱是射擊遊戲 可是我玩得很爛 什麼遊戲 就是反恐特勤隊 講出來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PC遊戲 新PC遊戲 新PC遊戲 由守護者這件原班人馬 所製作的聖女之歌 是一款關於海的故事 故事是說一個名為愛坦的女孩 不小心跌落海中 卻意外地到了華麗的仁魚城 而展開了一場自我追尋的冒險旅程 小錢 等一下… 你說這個充滿歐洲風的 CG又很漂亮的聖女之歌 這個遊戲是國產嗎 你這是什麼態度啊 國產遊戲當然也是有高品質的呀 像我這樣的雙魚座大美女 就能夠了解愛坦 和人與國王的內心世界咯 小錢 你好像離題咯 喔 是嗎 不好意思啦 不如我帶你去看看遊戲裡的戰鬥系統 這樣子你就能夠心服口服啦 遊戲運用了一套全新設計的戰鬥系統 讓玩家可以再橫跨三個遊戲畫面的超廣角戰場上 和敵人進行戰鬥 戰鬥的進行方式也很特別 玩家有看到畫面上方那四條正在動的線嗎 那就是下達指令的地方喔 所以說啊 戰鬥的時候 玩家必須謹慎的指揮全場 決定什麼時候要使用魔法或是特殊劑 才能夠發揮團隊合作的最大戰鬥力喔 要不然啊 不是自己掛點就是隊友掛點 那可就糗囉 哇塞 我這個遊戲看得滿酷的 來玩一玩吧 第一人稱射擊遊戲要來囉 而且啊 這一款反恐特勤隊啊 是由玩家根據魔獄幻境的城市引擎 所開發出來的喔 怎麼樣 不錯吧 欸 看起來這個遊戲不賴嘛 不過這個遊戲的主題呢 好像就比較沒有創意了 根本就是CSE模一樣嘛 欸 別這樣嘛 玩家可以選擇正義的一方 扮演反恐怖小組完成解救人質保護基地 或是殲滅恐怖分子的任務 或者是扮演邪惡的恐怖分子 不管他是殺人還是放火樣樣型啦 不過說了這麼多 哼 還是看不起來 這個遊戲哪裡好玩呢 開玩笑 用魔獄幻境開發已經製作出來的遊戲 當然是畫面美聲音優啦 遊戲中的地圖場景啊 有一些還是取材質真實的地形喔 保證讓玩家看得流連忘返 被打死都忘了喊痛喔 另外遊戲中一個主要任務 通常包含幾項小任務 每個小任務的時間都限制在四分鐘之內 玩起來啊 節奏超緊湊的 啊 時間快來不及了 欸 這個遊戲應該有多人連線功能吧 沒錯 而且有超過一百張地圖可供玩家挑選 所以啊 挑選地圖時再也不用擔心敵人或朋友 可能因為玩太久而知道地圖的制約點囉 看我們出來的殺吧 Come on let's go 在宇宙的深處 恐怖的伯格人發展出一種 可以瞬間將整個星球居民同化的傳見 把這些居民變成跟他們一樣半人半機器 而曾經被伯格人同化 憲政隸屬於聯邦星劍企業號的碧凱建長 怎麼能夠做出這種危機的發生呢 趕快再次率領的星劍戰隊去消滅伯格人吧 好了好了好了 話說回來啊 Star Trek Armada 2啊 其實跟以前的版本呢不一樣 他們已經進步了很多 但是它的優點是什麼呢 它跟它的這個TV連續劇啊 它的劇情跑得一模一樣的 對啊 在單人遊戲故事中 玩家可以率領星劍迷航記中 最著名的三個種族進行遊戲 分別是聯邦 克林貢人以及伯格人 而羅木倫人以及卡達夏人 也會在遊戲中背影吃重的角色喔 至於戰鬥畫面 那可是這一次二代進步最多的地方囉 各種3D技術已經運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不只船艦可以在3D的空間中移動 在戰鬥時還有五種3D艦隊移動陣型可以變換喔 這麼美的畫面 會不會讓人家忘記戰鬥啊 如果你戰鬥太專心的話 你根本忘記看這個遊戲的這個CG嘛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大丈夫大丈夫 為了體恤你們這些無法一心二用的玩家們 遊戲特別增加了紀錄功能 能夠在每一次任務結束之後 重播戰鬥的過程喔 哇 好酷 打完遊戲還有電影可以看喔 這種享受只有 最近Activision推出了一款 聲光效果 直逼大型電玩的華麗3D賽車遊戲 夢幻房車賽 艾力庫斯 你這麼喜歡玩賽車遊戲 一定不會錯過吧 我當然知道這個遊戲啊 開玩笑我電玩騎兵艾力科斯耶 我最喜歡玩的就是賽車遊戲 這個遊戲最大的差別跟GT是什麼 就它裡面的車幾乎全部都是歐美車 對啊… 像是蓮花或是龐蒂克這類的帝王級車種 應該不至於沒人聽過吧 只不過在遊戲開始時是無法直接登上 這些跑車的駕駛座的 必須要先通過遊戲中的各種考驗 才會開放新車種 讓你駕駛喔 還有…夢幻房車賽提供了 23條賽道 這些賽道分別處於7座不同的城市 而以3D引擎重建城市的賽道 絕對能讓玩家嘆為觀止呢 光是美美的巴黎 花都 就有三條不同的路線可供玩家選擇喔 主名的地標也都會出現在畫面上喔 哇…阿力庫斯你看你看 不要再煩我啦 我再開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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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來綜合台 電玩快打 電玩奇兵艾利克斯 電玩小魔女小鮮 為什麼要一直這樣子 我知道了 不是啦 不是啦 這是那個Hang Loose的意思 在夏威夷呢 你都會看到做這個手勢 什麼意思 Aloha 對Aloha Hang Loose Hang Loose就是吊的那邊 吊Hang Lose就是輕鬆 因為那個夏威夷的人呢 他們都坐在吊床上面 很輕鬆的天天這樣過身 你真的對夏威夷很了 果然有一個夏威夷女朋友 就是不一樣 我忘記你女朋友不是夏威夷人喔 對不起 好 很多人玩家呢 在這個玩遊戲的時候 都會發現一些很特別的事 像前陣子有一個新聞 對… 就是有兩個玩家 你知道他們結婚了 一個在高雄32歲 對 女方那邊是香港人27歲 怎麼認識呢 他們是玩這個金庸群俠傳 Online這個遊戲 他們玩了10個月之後 那個男的就到香港 因為這個女生的要求就是說 你要求婚的話 你一定要在很多人的這個面前 下跪跟他求婚 Alice Catty Alex Catty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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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我的臉嗎 想說 剪我的臉 不肯說好甜 沒有啦 真的… 我剛剛看到妳的時候 我就怕了 就緊張了 真的 我再來吃一吃好不好 好 我不是夏威夷人 我不是大鞋人 你跟我們講沒有大鞋 不行… 我看到妳的臉就不想結婚了 我就想了一輩子後悔70年的這種痛苦 今天TV Game要介紹什麼 我們今天TV Game要介紹第一個遊戲的 就是這個 Alpine Racer滑雪的這個遊戲 阿爾卑斯滑雪 做得很像 第三代… 很過癮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RPG名作 真女生轉身 另外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TV Game 新TV Game 新TV Game 嘿嘿嘿嘿 剛才一直倒想在那邊獻 現在呢 這款ESPN NBA2002呢 總算能讓我來show up一下吧 好啦…我知道啦 你是不是又想說 當年我可是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灌籃高手啊 拜託 又不是老頭子 每天都在想當年 你還是好好的介紹一下遊戲吧 那有什麼問題 先聽好啊 我來介紹這款最新的ESPN NBA2002年 KONAMI推出最新的籃球遊戲 雖然很多玩家說你對他們不是很熟悉 但是啊 跟一些老將比啊 EA啊 SEGA不會輸給他們喔 這系列最有特色呢 就是賽前啊 你可以看到你每個球員的體力 你的狀況 假設那一天他feel good的話 哇 投籃非常準 然後防守也非常非常好 這個很重要 因為那天的輸贏呢 就靠這個前面的看一看 欸feel good還是feel bad 欸你feel good 你會打得像superstar 喔你feel bad 你用Michael Jordan都沒用 會被別的球員狂點 新的遊戲呢 跟舊的遊戲有很大的差別 有做很多的進步 現在呢 球員的速度都加快了 然後這個畫面的流暢度呢 都加強了 這兩個東西呢 是以前他們的版本呢 都被很多這個hardcore的玩家呢 都被笑 所以他們做了很大的進步 這次公司說呢 我們一定要做很棒很棒的 不同的遊戲 他們現在速度加強 然後畫面呢 流暢度 現在越來越順了 所以呢 現在遊戲不會輸給EA的live系列 不過啊 這個遊戲呢 有很大的進步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它的這個缺點喔 從這個艾力克斯電玩奇兵的一個專業的角色來看 我覺得最大的缺點呢 就是他們全部的造型嘛 拜託 打籃球的會有這麼胖嗎 不可能的 然後他們的這個表情都沒有變 都是笨笨的呆呆的這個表情 欸 我知道了 是老闆沒有給他們薪水對不對 而且艾力克斯你不覺得 這個遊戲對於Replay的判定 好像有過於嚴格喔 嗯 我也這樣覺得欸 你看 我剛剛這麼漂亮的灌籃 都沒有來一個Replay 啊 你那個叫漂亮的灌籃 哼 哼 你閉嘴 就先打球好不好 那個小孩在搖滾 Jordan 由光榮所推出的超人氣戰略遊戲提督的絕段 也堂堂的推出第四彈囉 這一次PS2版的遊戲完全不同於以往 戰鬥畫面完全的給它3D化 將海戰的充滿魄力的臨場感 真實的表現在畫面上 遊戲中玩家將扮演海軍提督 掌管七大海域的製海拳 由於時代背景設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啊 像是歷史上著名的珍珠港世界 也可以親自體會一下囉 看我將來犯的日軍通通擊落 哈 叫我第一名 說什麼夢話 你醒一醒好不好 這是個遊戲 OK 好 遊戲的地圖我跟你講喔 非常的龐大 公分成50個海域 同時在戰爭系統方面 利用了新開發的VR繪圖技術 讓遊戲中90艘以上的艦艇 以及300架以上的航空隊 在戰場上激烈的作戰 就如同真實海戰般逼真喔 除此之外啊 提督的調度能力 以及戰場上指揮艦隊的行動 都會影響到戰爭的結果喔 你們這些菜鳥既然上了我的艦隊 那麼就要聽從我的指揮囉 在戰場上的戰鬥可是完全即時的 所以我不容許有任何發呆的士兵喔 什麼 敵人來襲 看我先派偵察機去打探敵人的情報 和鎖在位置 啊 後方有敵線偷襲 欸 援軍呢 怎麼還沒有出現 啊 小憲 醒來 你清醒一點好不好 你瘋狂 慢慢來 日本早就已經輸了 醒來 欸 艾力庫斯 我問你喔 你知道遊樂器史上的第一款SRPG是什麼嗎 那還用說嗎 當然就是聖火降魔路啦 哇 你好厲害喔 居然知道耶 那當然啦 你太小看我了 我是電玩啟兵艾力克斯耶 不過啊 你問我這種古早的遊戲幹嘛呢 難道你不知道聖火降魔路 又出了最新的作品封印之劍嗎 這個我當然知道啊 這一次封印之劍的遊戲內容 還是繼承了聖火降魔路的優良血統 有著豐富的遊戲劇情 與高難度的戰術變化 雖然在整體系統上沒有多大的變化 但是呢 新加入了一個新的戰鬥指令 救出喔 這個救出指令啊 可以讓玩家將身邊的同伴救出帶走 要是能夠善用這個救出指令的話 不但可以將瀕臨死亡的同伴帶離險境 對於整體的戰術也會有極大的影響喔 而且封印之劍還充分地利用了 GBA的通信對戰功能 透過對戰線啊 可以進行最多四個人的連線對戰喔 等一下…小嫻 今天講了這麼多 但是我還是有點好奇耶 就是武器上面有個…這個數字 是幹嘛的啊 哈哈…這個可是聖火系列的最大特色 這個數字啊 其實就是武器的耐久度 每一次使用之後呢都會耗損 所以要是拿到超強的武器 最好發揮咱們中國人清潔的美德 省著點用吧 另外啊 在封印之劍當中 死亡的角色 可是沒有辦法復活的囉 自己苦心培養的角色 若是被敵人打倒 就只能夠跟她說聲 再會啦 小…小嫻啊 不好意思喔 不要生氣 我…我剛剛把妳的那個同伴 給玩死了耶 什麼 阿莉庫斯 你居然害死了我同伴 你…你 還我同伴的命來 唉唷…好煩喔 最近的天氣越來越熱了 真是想躲到冷氣房裡睡睡覺 欸…愛莉庫斯 扇子再扇用力一點啊 誰叫你慢下來了 來 繼續 我說小嫻啊 你什麼時候變胖了 以前都沒有這麼怕熱啦 OK… 以前大家都說 艾莉庫斯欺負小嫻喔 在電視上 好 今天對你好一點喔 你快點去準備 我們去阿爾卑斯山去滑雪喔 這款由南口所發行的運動遊戲 阿爾卑斯滑雪賽3 之前系列作都非常受到 玩家們的青睞 現在又推出了最新作品 看到這細膩的人物動作 就不難想像這款青座一定會有不錯的表現喔 在操作系統上 與前作大致相同 和市面上其他滑雪遊戲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遊戲並不注重滑力的技巧 滑雪嘛 搞這麼累幹嘛呢 所以遊戲當中啊 不管想要怎麼滑 從哪裡開始滑 只要誰能夠最快到達山底 誰就是優勝者 輕鬆自在的體驗 高速滑雪的刺激感 是不是粉得不錯啊 遊戲初期共有六位角色可以選擇 每一個人物都有它專屬的劇情 而且在進行比賽的時候 還會看見NEMPO其他名作的影子喔 玩家還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選擇雪橇或雪板來進行遊戲 只不過所有的裝備都必須要靠 比賽後所獲得的獎金來購買 所以想要擁有頂級的配備 就要看玩家比賽時的表現囉 對 艾莉克斯還聽說 他遊戲裡的隱藏人物 是NEMPO有名的角色耶 真的嗎 到底有哪些人啊 這個呢 你自己去玩吧 嘿 小嫻 你最近在玩什麼遊戲啊 我在玩真女神轉身 這不是一隻作嗎 跟之前一樣嘛 有什麼好玩 這你就錯囉 這款真女神轉身惡魔之子呢 雖然是Game Boy移植的作品 但是它可是將原本兩部作品 黑之書與赤之書結合在一起推出喔 而且啊 遊戲的畫面也提升到PS的水準 另外增加了開頭動畫以及對話的語音 所以啊 你可別少看了這款遊戲喔 不過我聽說這個遊戲呢 做的是針對一些年輕的小朋友耶 讓這種玩家玩這種暴力的遊戲 又這麼血腥 然後這個劇情又這麼複雜 會不會太誇張了吧 才不會呢 在惡魔之子中不但故事的劇情 不會像女神轉身那麼艱深難懂 為了要讓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夠接受 遊戲中的惡魔也都重新設計 可以說是非常的可愛喔 而且啊 連整個遊戲中最複雜的 重魔說得也都簡化了 小朋友們只要命令自己手下的重魔 去對其他的惡魔說得 依照他們之間的屬性 就能夠決定是否說得成功 所以啊 小朋友們也能夠輕鬆上手喔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重魔的話 那應該也有我最喜歡的重魔合體囉 那當然 這是一定要的嘛 而且合體的法則也變得更簡單易懂 相信啊 就連艾利庫斯妮 也能夠輕鬆地合成出強力的重魔 嗯 說得對 等等 妳這樣說 妳根本把我當白癡一樣嘛 啊 被發現了 電玩 電玩真好玩 有些遊戲它有點難 快的 這節目真的好 立即絕招講不完 好 怎麼樣 我的Rap還不錯嗎 這個FreeStyle是學好久的你知道嗎 小嫻不錯 沒想到 妳還會有一點才華 還有一點學問 妳還有點學問的 我是這麼有小吻的人 妳不知道嗎 什麼 小吻啊 什麼是小吻 小字字就是意思呢 就是很有學問的意思 它是破音字啦 你不懂啦 像我們英文會亂唸一些 沒想到妳是有個小肉的 哇 妳學得很酷 好 好 我們今天的這個本週子 今天我們要介紹什麼遊戲 有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好 那個遊戲叫什麼呢 什麼遊戲 它是一個很吸引人的遊戲 同時它也是一個很辣的遊戲 好 這個遊戲是什麼遊戲呢 超好玩 超盡量的遊戲 妳到底要不要介紹這個遊戲啊 什麼遊戲嘛 妳是不是都忘記了 戰鬥風神榜 戰鬥風神榜 這個遊戲呢 是一個 遊戲 Ku… 妳到底講不講嘛 你們自己看VCR 不就知道了 好 那我們看看這個禮拜的 本週主打星上 在充滿神秘色彩的中國 一個家喻不少的神話故事 戰鬥風神 這款GameCube遊戲就這樣誕生囉 沒錯 這款作品 可是光榮加入GameCube陣營之後 所發行的第一款劇作 故事是描述 在咒王之亂的兩年後 原本被封印在風神台內的咒王 和打擊逃了出來 並且開始對人間界展開報復 為了打倒在人間肆虐的咒王 四位英勇的戰士挺身而出 對抗咒王 四位戰士分別都是攻守方面 都相當平均的紫牙 擁有特殊魔法先例的麗蘭 奉屍尊之命到人間修行的太公望 以及人造人類魔詐 雖然遊戲的劇情與風神榜不太搭嘎 不過亂七八糟不合時情 一直都是光榮的慣例 只要遊戲好玩就好了嗎 說起這款遊戲 它和真三國無雙系列非常相似 甚至可以說是Q版的真三國無雙 但是在遊戲操作上 比起真三國無雙系列 可是豐富了許多 除了得擋動作之外 還多出了緊急閃避的動作 在面對強大敵人時可是十分的好用喔 另外比較重要的一點是 遊戲進行的十分流暢 不但不會產生Lag 就連切換視角也十分的平順 把許多真三國系列的缺點 都加以改進了呢 遊戲內容共分成八個巨大關卡 其中還有許多旁之劇情 玩家要在廣大的3D地圖上 封印所有可愛的怪獸 不過這些敵人 哪兩三個我可不看在眼裡 可速喔 一大票就不是鬧著玩的囉 除了一般攻擊之外 如何正確地使出先速攻擊 才是制勝的要素喔 遊戲有看頭的地方 就是可以使用很多的法寶 像是大神鞭 烽火輪等等 所有出現的道具 都是風神榜中大家所熟悉的 寶貝的種類更是高達80種以上呢 玩家必須先在遊戲中取得寶貝之後 利用少年附加的 風雷水火四種仙術 自行加以組合出各種法術 隨著熟練度的上升 可用的魔法也就會變得更加的強大喔 而主要的仙術又可以分成 集仙術 導仙術 神劍術 破仙術 不過啊使用越強力的技巧 所消耗的仙力就越多 要是仙力耗盡啊 可是要多砍一些敵人和集氣來恢復 所以仙術的運用可是非常的重要喔 如果是在仙氣值全滿的狀況下 使用神劍術就可以使出神劍亂武 看到沒 超酷了吧 相信我不用再多加說明囉 在遊戲裡的寶貝百科中 有十個寶貝是M開頭 而且在本篇故事中是拿不到的 必須配合GVA上所發行的魔法風神 利用連線的方式才能夠取得喔 雖然整個遊戲處處都有真三國系列的影子 不過啊遊戲還是有它一定的水平 就現在這款作品的情況看來 光榮很明顯的將會再推出續作 搞不好再度發表續篇時 就可以改成兩個人一起玩 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吧 來吧 回來中的台 電玩快打 電玩騎兵艾力克斯 電玩小母女小嫻 小嫻 小嫻 我們剛剛進入的廣告 我還是想一想 妳還是不要去寫詩啦 對 我覺得妳唸得真的滿爛 不是 我不是詩 我是Rap 是Rap 我上輩子是黑人你看 好…了解…是Rap 好 反正我們剛剛這個目的呢 是跟大家講還是要寫詩來這裡 GameGX 我們會選出十位 我們會送很棒的這個禮物給大家 其實我們禮物不是隨便講講 真的是很棒的禮物 對 那只不過就是一些平常 艾力特是不要玩的一些 比方說 海星海爭霸玩到不想玩 海星海爭霸是面前的這個遊戲 Anyway 我們今天呢 穿了這樣子啊 有一個目的 就是我們說夏天來了 對 那夏天到了有好東西喔 夏天的電影很多 熟假 好的電影 對… 像今天陣子我去看電影 你看到預告片 看到那個蜘蛛人 預告片 好屌喔 很恐怖 飛來飛翅的 那個特效做得很棒 你知道前一陣子啊 因為我都沒有時間看電影 所以我就去租了那個DVD來看 結果我看了 Soul Fish 你叫我的電影 對不起 那很久以前呢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誰 約翰區布塔在裡面演一個 就是一個瘋狂的那個 對 還拿兩把槍塔 他想要就是制止那個恐怖分子 結果隔天我要去拍戲 因為我們最近在拍偶像劇 然後第一天拍 結果我就… 還會掰到偶像劇 我當天中午我就碰到那個誰 約翰區布塔 拿個炸彈把我們那個樓炸 然後就不用拍戲 你知道嗎 你想太多 我壓力大成這樣你知道嗎 那不定 我只記得一件事情 然後超級克隆你出來解救我們 我只記得一件事情 那不定 就是哈利貝里那個女主角 把樓…露上一身 你只記得這個啊 你只記得人家是脫衣服的 好啦 我們講到這些電影 這些精采的影片 我們看看這個禮拜呢 我們有些動畫區 我們要介紹一些遊戲 鐵拳式 對 《Tekken4》很棒很棒的一些動畫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機器人大戰 Impact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動畫特區 搶片動畫區 在黑龍套局 每個人的地方都可以拍攝 很多年一še 每個翹部分在 retrospect 要沒有拍攝 好像是這東西 一定會拍攝 在黑龍套局 可以拍攝嗎 有焦點 應該是 有機器人大戰 要來拍攝 要拍攝 生きておくさろ 那些人是在那裡 你… 全都拿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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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